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食意 过年大鱼大肉的吃腻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开胃又下饭的凉拌菜 腐竹拌黄瓜 吃起来清爽又简腻 做法简单又营养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腐竹 用剪姿把它剪成小段 腐竹又称之为腐皮 是一种传统的豆制品 营养极为丰富 可以炖着吃,凉拌着吃,等等 全部剪好,装入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温水 加一勺盐 一勺白醋 搅拌均匀 加盐和白醋来浸泡腐竹 可以加快腐竹泡发的时间 接着准备小饱末放入碗中 加一勺白糖 再加入温水 晃动一下,使白糖溶解开 加白糖呢,可以加快木耳泡发的时间 因为白糖的溶解度比较高 接着准备半碗花生米 倒入碗中 加入清水 把花生米简单地给它淘洗一下 洗去花生米上面的灰尘 然后捞出来 装入漏盘中 控水备用 跟着准备一根洗干净的黄瓜 切掉头盒尾 然后用刀像这样拍一拍 再切成小块 再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 装入盘中 一把香菜切成小段 装入盘中 再准备几头大蒜 先给它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可以剁得碎一点 这样吃着口感会更好 切好 装入碗中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圆圈 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 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 然后加一勺白芝麻 给它放在一边备用 跟着锅中加入少许的油 冷锅冷油 倒入控干水分的花生米 开小火 给它慢慢的翻炒 把花生米炒熟 炒至酥脆 平时我们在购买花生米的时候 尽量选择这种红皮花生 红皮花生 它的营养价值 比白皮的要高 既可以生吃 对身体很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连油一起 给它倒入辣椒蒜末里面 激发出它们的香味 再简单地调一下味 加一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勺花椒油 半勺白糖 一勺盐 搅拌均匀备用 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木耳已经浸泡好了 每一朵都吸足了水分 泡发的胖乎乎的 然后往里面加一勺面粉 抓拌抓拌 面粉呢 可以把木耳上面的杂质 很好地给吸附出来 大约抓拌一分钟的时间 给它捞出来 放入另一盆清水中 多清洗几遍 把木耳清洗干净 看看有大朵的把它撕小一点 清洗干净之后 给它捞出来 装入盘中 再来看看腐竹 看一下 泡得非常的柔软 里面呢 一点硬心都没有 再给它抓洗抓洗 捞出来 装入盘中 接下来 锅中水提前烧开 把木耳倒进去 给它煮两分钟 把木耳煮熟 两分钟后 把煮熟的木耳捞出来 放入200开中 锅一下200开 这样吃起来 会更加的脆爽 再捞出来 挤压一下水分 和黄瓜放在一起 然后锅中的水 把它继续烧开 把腐竹倒进去 给它焯水一分半钟 把腐竹煮熟 时间到后捞出来 同样的 放入200开中 过一下200开 再挤干水分 放入碗中 然后把花生米 料汁倒进去 葱花放进去 戴上一次性手套 抓拌均匀 我们在拌凉拌菜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要这样搂着拌 这样拌出来的凉拌菜 看着会更有心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再把香菜倒进去 继续给它拌均匀 哇 看着就很有食欲了 口水呢 都快流出来了 闻着也非常的香 抓拌均匀之后 把它装入盘中 美味即可享用 就这样 非常好吃的腐竹拌黄瓜 就做好啦 吃起来 营养丰富 清脆爽厚 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过年 大鱼大肉的吃腻了 您可以这样来上一盘 非常的解腻 腐竹 黄瓜 木耳 都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 三者给它搭配在一起 营养呢 就更加的全面了 好啦 今天的美食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喜欢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